这些策略都是可以运用的 好 谢谢曾老师的补充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跟各位介绍 个体经济学第十一讲 我们介绍的范围是第九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 我们要跟各位介绍 厂商理论第六个单元 主要是要来介绍 寡占市场的厂商行为 我们的范围 第一节介绍寡占的一些概念 第二节介绍Cornet模型 第三节介绍Edgeworth模型 第四节介绍 傲则需求曲线的模型 第五节介绍Tramplin模型 第六节介绍价格领导 第七节介绍寡占市场的 其他问题 最后再跟各位介绍个案研究 我们学习的目标 主要是让各位能够了解寡占的意义 然后分析寡占的各种不同理论模型 再来研究寡占者 所遭遇到的问题 我们第一节要跟各位介绍 寡占的一些基本概念 首先我们来想看看寡占的定义 我记得我们前跟各位谈到厂商理论 我们一定要先了解完全竞争 完全竞争有十六个字 各位同学可以跟十六个字来相比较 我们完全竞争第一个定义是 生产者重 在寡占各位就要把它改成生产者寡 因为寡占是指少数起家 寡就是非常少 所以我们第一个定义是生产者寡 第二个定义把品质相同把它改成 品质相同或相义 因为寡占者他们生产的品质 有时候是完全相同 有时候寡占者生产品质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相同 我们把它叫做同质寡占 如果是相义 品质相义叫做义质寡占 我们再下来比较进入退出市场 是不是有障碍 在完全竞争是进出自由 寡占市场因为只有少数几家 你如果要进去 那会有现成的业者会阻碍让你进去 如果要退出也有一些压力不让你退出 所以我们把进出自由改成进出困难 最后充分情报把它改成情报不充分 因为寡占者他不会把情报给其他的同业之道 也不会给消费者完全掌握 所以我们寡占的定义是生产者寡 品质相同或相义 然后进出困难 然后情报不充分 那我们来想看看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寡占的例子呢 实际上跟我们生活最密切的其实就是寡占 比如说像航空公司 医院 百货公司 汽车厂 奶粉厂 报社 这个实在是非常多 还有像殡仪馆 大众运输系统 这一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上经常会碰到的 各位可以想象成我们平常食衣住行娱乐 各方面都跟寡占密切的相关 比如说我们出生到医院 这个医院其实实际上是属于寡占 因为这几家大的医院 他们的市场占有率几乎占了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那我们平常喝的牛奶也是少数几家公司在控制 然后我们看报纸 看电视 搭公车 各方面的这些需求 其实都是少数几家厂商来控制 那寡占的理论我们就跟过去不一样 我们以前都会介绍短期分析 长期分析 来用这种角度来跟各位介绍厂商理论 那因为寡占厂商只有少数几家 所以我们就不采取这种方式 通常经济学家他会根据少数几家厂商 他们之间的行为的关系 比如说有人假设厂商之间是独立的 那厂商可以彼此之间在假设价格方面是独立 或者假设数量方面是独立 所以这个是一种研究的方式 那另外一种是假设厂商之间有秘密的协议 有串谋 那这样也是另外一种寡占的模型 所以寡占的模型就非常的复杂 每一个学家提出不同的理论 那就会有不同的这个讲法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种 假设厂商之间的行为 它是独立的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模型 就是我们第二节要介绍的 那我们来看第二节 我们这边是要介绍这个Cornet模型 第二节这个Cornet模型 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假设 刚才跟各位说过 我们是假设厂商之间 它的行为是独立的 这是一个法国经济学家Cornet 他首先提出 他假设只有这个两家厂商 这两家厂商他们是开采这个矿权 那假设他们从矿权里面去采 买这个矿权水 那假设成本是零 所以我们假设的边际成本是零 那用这种方式 他们假设对抗厂商之间 它不会改变它的产量 那我们来看看这种讲法 在这个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整个市场的需求量 假设是这样 那这个是数量 纵轴是这个价格 那假设这个第一个厂商 它的生产数量是这么多 它这样做是假设 另外一个厂商它没有生产量 所以面对它的需求是这一条线 那这一条需求线 对应过来的边际收入是这一条 那因为我们假设边际成本是零 所以边际成本跟这个边际收入的焦点 就在这个地方 那对应的数量你可以往下看 就可以发现它就是在下面这个图形的这个地方 这个是刚开始的这一点 那我们再继续 现在假设这个第二家厂商生产数量不是零 它是在这个地方 Q2B这个地方 在Q2B这个地方 那我们可以往上看这个图 假设第二个厂商 它的这个生产数量在这个地方 那面对第一个厂商而言 它的这个需求就变成这一条线 这条需求线 我们也可以对应出一条这个边际收入是这一条 那它跟边际成本相交点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一直假设边际成本是等于零 是一条水平线没有高度 所以边际成本跟边际收入焦点就变成在 在这个这个地方 这一条需求线跟这一条边际收入 那这条边际收入跟边际成本相交点在这边 那你可以往下看 就可以发现这个第一家厂商 它的这个生产数量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再继续假设第二个厂商 如果它生产数量是在Q2这个地方 Q2C这个地方 那我们可以往上看 这个数量就相当于这个地方的 这个从这里看到这里 这个是第二个厂商 假设它生产数量增加到这个地方了 那面对第一个厂商而言 它的需求就会更少 需求线就会慢慢的改变 改变成这一条 那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继续看它的所对应的这个数量 结果会在下面图这个地方 详细情况各位可以参考书上的图形 那这个就是我们把它称为这个反应的函数 一条反应的一条需求线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固定第一个厂商的这个数量 然后面对第二个厂商 我们也可以去找到它的这个反应函数 那我们把这两个反应函数加在一起 那各位就可以看另外一个图形 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图形 就有把两个反应函数把它放在一起 那这两个反应函数的焦点 就可以得到厂商最佳的数量 各位可以看看下面这个图形 在这个图形上面 刚才面对第一个厂商的反应函数 是这个FA那一条线 那当然第一个厂商是希望生产数量是 越往A越好 因为往A生产数量越多 那第二个面对第二个厂商 它的反应函数是另外一条线 那这两条线的焦点 就是我们Cornet的模型 它的这个最佳的解答 回头来看刚才这个图9-1 在这个图9-1上面 假设这个最佳 第一个厂商的生产数量在这个地方 就是O到A'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到 因为假设成本是零 所以这里高度是价格 价格减到成本零 这个都是它的利润 一单位赚这么多钱 所以总共赚的钱 就是这一个长方形的面积 那假设生产数量 第一个厂商生产数量 在这个地方减少一点 那它赚到的钱 就会一单位赚的钱就比较少 因为价格是这条需求线 所对应出来的 这个高度是价格 所以总共赚的钱 是这一块面积比较小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 第一个厂商 但是希望生产数量越来越多 因为比这个来得多 它的利润刚才比较大 所以我们刚才往下看这个图 可以发现 第一个厂商 它比较希望越往右下方 这条反应函数 右下方这个地方越好 因为越往这个地方 它赚的利润越多 同理类推 第二个厂商也是同样的方式 它越往左上方赚到的利润越多 所以我们说最后它的焦点应该是在两线的焦点 这个是corner的模型 代表两个厂商在竞争的情况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再继续看其他的模型 第三个模型 它这个也是假设厂商之间的行为是独立的 它是假设厂商 对抗厂商 它不会改变它的这个价格 那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不再深入介绍这个模型 第四节是要介绍这个 傲则需求曲线的模型 这个模型在寡占理论所占的比重比较重要 所以我们要跟各位介绍 他是这个1939年Paul Svizzi这个教授 他写的一篇文章 他的假设比较特别 他认为厂商在价格降低的时候 其他厂商会跟进 那如果厂商提高价格的时候 其他厂商是不会跟进 所以我们有一个假设 价格下跌时跟进 价格上涨时不跟进 用这种方式来分析寡占的行为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来借着图形 让各位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我们在9之5这个图形 各位可以参考这个图9之5 这个地方有一条需求曲线很怪 它是有一个K点 然后又有一个傲折点 所以这个叫做傲折需求曲线的模型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个价格如果在K以下的 各位可以想象 这个是代表厂商 寡占厂商如果降价 那其他业者会跟进 因为我们刚才有假设 降价跟进 涨价不跟进 所以如果由K点往下看降价 那其他的寡占者会跟进 那跟进的结果你当然销售的数量增加比较少 所以这个需求曲线K往下看是画得比较抖 那如果K往上看就不一样 这是假设涨价 涨价的时候假设厂商是不会跟进 所以你如果把价格提高了 其他厂商不跟着提高价格 所以你的这个需求量 销售量就会减少非常多 所以这条虚流线就变成比较平 弹性就显示出比较大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K点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傲折的 这个虚流线的确是比较奇怪 那既然虚流线是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K点的左边 那条需求线去隐身一条边际收入 那我们也可以根据K点的右边 隐身出另外一条这个边际收入 所以他们的边际收入隐身出来 结果就有一个那个虚线断掉的地方 那假设来考虑成本 我们这里没有画平均成本 如果只画边际成本 假设边际成本是刚好经过这个AB 那个边际收入虚线断掉的那个地方 那各位就可以发现 它的焦点所对应的数量一定是固定在X0 那X0所对应的价格一定是固定在P0 所以各位同学可以思考 假如成本提高了 那平均成本提高 边际成本也提高 假设提高到A点这个范围内 那所对应边际收入跟边际成本焦点 所对应的数量还是在X0 价格也是X0 那如果成本因为某些因素下降了 平均成本下降 边际成本也跟着下降 如果边际成本下降在A点 在这个AB范围之内那个A点 那再怎么决定的这个数量 也是在X0 价格也是在P0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 寡占市场有一个很奇特的这个现象 一旦这个数量跟价格决定以后呢 它就不会随便变动 我们刚才看了半天 市场的环境改变了 成本改变了 那我们所决定的价格跟数量都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说寡占市场这个理论 为什么那么有名呢 因为它可以来解释寡占的现象 寡占市场的确价格跟数量一旦决定以后 它就不会随便改变了 那同学们思考一下 价格跟数量既然不变 那哪一个比较稳定呢 实际上在我们寡占的世界 比较起来还是价格比较稳定 如果需求有一些改变 那你根据刚才的那个原理 引申出一条傲则的需求线 然后再找边际收入跟边际成本相交点 决定的数量会改变 可是它的价格经常都不容易改变 这个是同学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以上讲的是属于有关 这个傲则需求曲线的这个理论 它这个是假设厂商之间 就会有多多少少有一些密谋 有一些串谋 有一些这个想法了 跟刚才的那个厂商之间的行为 是独立的不一样 这个是另外一种这个讲法 那我们在接下来 我们是要跟各位介绍这个 第五节Trambelline模型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也没有办法跟各位介绍 那么的深入 那我们要告诉各位Trambelline模型 它是假设厂商了解 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相互的 相互的那种依存度 他们彼此之间会有一些 多多少少有一些联合的这个行动 他们目的当然是要追求最大利润 再下来这个第六节价格领导 我们也因为时间关系 不跟各位介绍 价格领导是假设有一个这个大的厂商 或者几家比较大的厂商 他带头定价 那其他厂商就跟进 他们彼此之间来互相有一个默契 来追求这个最大的利润 这个也是一种寡战的模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寡战理论 它根据各种不同的学 各个不同的经济学者 它的这些假设 它就会有不同的这个理论 不同的这个结果出来 所以我们在研究寡战理论的时候 就会觉得好像蛮复杂的 跟以前我们研究完全竞争 研究独占 研究独占性竞争不一样 我们以前都只研究短期分析 长期分析 那现在这个是根据不同的学者 所做的不同的解释 那就有不同的模型 所以感觉上特别复杂 不过我们比较重要的是 刚才讲的这个傲则需求局限的模型 那同学一定要把这个模型 把它记清楚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来介绍其他的课题 好 同学们 这一节我们来跟各位研究 寡战市场的一些 其他的相关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研究这个 成本加成定价 那寡战者他在定价的时候 也会考虑到他的这个单位成本 然后加上一个固定的这个成数 这个成数可能是投资报酬 或者其他的概念 那用这种方式 是寡战者定价的一种思考 那另外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想到这个 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卡特组织 那这个就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 这个OPEC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这有一点类似这个卡特组织 那他们你如果把他想象的寡战也说得过去 他们彼此之间会有一些串谋 那透过这个价格产量的控制 他们来达到追求他们的利润 不过这些卡特组织 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面对他们有一些困难 因为他们要如何决定这个最大的利润呢 难道一定要找到最大利润来的这个原则 来决定他的价格跟数量吗 他们有时候会深怕消费者的反弹 或者深怕这个别人的这个报复 所以他们有时候在思考最大利润的时候 会的确是非常的头痛 还有寡战者有一些场组织 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内在的这个矛盾性 内在的不稳定 他们有时候也不容易处理 他们所面对的这个价格跟数量 所以寡战者的确有一些问题 需要让他们头痛的地方 那我们再来思考一下 寡战理论我们常会讲到 有一个叫做非价格竞争 这是价格以外的方式来竞争 那我们刚才跟各位说 寡战者他价格跟数量 两个来比较的话 是价格更加的稳定 所以既然价格很稳定 那寡战者有时候 他为了获得自己的这个利润 他会想办法会采取 像这个利用广告 或者去创造这个品质的差异性 用这种方式来争取更多的这个客户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价格以外的方式来竞争 我们叫做非价格竞争 那我们前也跟各位讲过了 这个广告 有的学者赞成厂商要花钱来做广告 那也有经济学家反对这个做广告 那这个产品的差异性 也是寡战者彼此之间会经常使用的 他可以强调他产品具有某一些特殊的功能 而别的厂商没有 那利用这种方式来吸引这个消费者来对他的产品有特别的偏好 所以这个是寡战理论经常会谈到的所谓价格以外的方式来竞争 这个就是谈到广告啊 还有创造产品的差异 用这些方式来偷偷的来增加他的数量 在价格方面通常是比较少去改变 那我们还要想到寡战有没有这个福利的效果呢 寡战如果我们跟其他的厂商来比较的话 其实通常我们会跟完全竞争来比较 那各位应该可以相信 因为寡战者通常他不是依照价格等于编辑成本的原则来定价 他通常是依据编辑收入等于编辑成本 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模型都是依据这个编辑收入等于编辑成本来定价 那既然这种方式他所决定的价格一定是比完全竞争来的高 那他所决定的数量一定是比完全竞争还来的少 所以如果说寡战我们去看看他的这个福利效果的话 那我们通常说他的确是没有完全竞争来的好 所以我们通常比较倾向于走向这个完全竞争的那个价格 还有这个完全竞争的数量 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市场组织 我们都会把它拿来跟完全竞争来比较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只要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 他的这个价格能够尽量的压低 然后数量能够尽量的增加来增加消费者的福利 那寡战者的这个问题里面 我们还想到一个寡战市场寡战者到底有没有供给线 这是同学要特别注意的 以前我们一直跟各位说只有完全竞争有供给线 它就不可能是供给线上的点 所以我们说寡战就没有这个供给线 这个是讲到这个寡战市场 我们要跟各位特别提醒的地方 那寡战的分析啊 我们采取的方法跟以前不一样 我们以前都是先跟各位研究这个短期利润可能出现大于零 可能等于零 可能小于零的这个三种情况 那长期我们再跟各位分析这个厂商的定义里面 有没有自由进出这个字 如果厂商定义有自由进出这个字 那我们就说长期分析厂商的利润是等于零 那如果定义里面是进出困难 那我们就告诉各位同学 长期间厂商的利润是π大于零 就没有三种情况出现 所以各位同学会发现 我们今天的讲法跟过去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不从短期分析长期分析的角度来切入 那我们是利用那个特殊的这个经济学者 他自己提出了一些那种假设 对厂商行为的一些假设所做的这个分析 那在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跟各位思考这个个案研究 你还记得微软案吗 这个微软公司在1998年被控告 它这个违反了这个托拉斯 这个是一个独占的一个很特殊的这个例子 那因为微软公司他在出售他的这个商品的时候啊 他把那个网络浏览器放在他的视窗的作业系统里面一起这个出售 那当然他会变称因为有很多人在卖这个照相机的时候啊 他也附带卖他的里面也有这个闪光灯 那有人在卖汽车啊也附带卖冷气 所以这个他这样做 他认为这个是很自然的结果 那他被告的主要原因是 这个80%以上的个人电脑都使用该公司的这个视窗的系统 那大家当然会担心他的这个独占力量太大 那可是幸好是最后被判的结果是微软公司获胜 所以说那只要一个企业 他是这个有良心的来经营 他的这个没有获得过多的暴力的话 那通常最后还是会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 所以说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不怕大企业 只怕大财阀 如果这个大财阀他没有社会责任 他处处追求这个暴力 那有时候会引起消费者的反弹 那这个时候一个国家的政府 就会采取那个反托拉斯的法案 来约束他 来强迫他 那过去美国的AT&AT 美国的电话电报公司也是一样 也曾经被控告 他违反托拉斯法 后来他的这个很有名的贝尔实验室 就被迫解体 所以说一个大的厂商 他如果变成是一个影响力非常大 市场占有率非常大 那他就要非常注重他的这个社会形象 他应该花一些更多的时间 从事一些公益的活动 那来照顾这个更多的社会上的一些弱势 那这样那他应该花更多钱来做这个研发 让消费者之间 让政府对这个公司有更好的这个印象 那这样的话他就不是所谓的大财阀 他可能是有社会责任 有关心到这个社会 爱惜到这个弱势者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大的这个企业家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有一句话 这个不怕大财阀 不怕大企业 那我们只怕大财阀 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各位思考 这个寡占的理论 那各位常会觉得寡占理论的确复杂 但是寡占理论跟我们日常生活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同学要这个好好的善加去比较 让各位同学能够对寡占市场有充分的认识 那我们进行